我們上次給各位的免費圖庫下面這一塊層都是屬於比較向量類的 向量類的如果說你要從我們這邊 比如說你去找,像剛剛找到一個這樣子 找到之後這裡是個AI 這個檔案你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我把它解壓說 解壓說它有原始檔案這裡 我就把它打開 你可以用這個,你電腦下來也可以拆 你也可以先從這邊來 因為我們電腦軟體面都有加碼 都只是這個軟體叫ElaTutor ElaTutor就是像樣的 你打開了之後它就在這邊 你可以找看看 它有一個圖層 你看這個東西圖層跟我們在 這個很像對不對 都一樣的像樣的圖層 像我剛剛打開的時候我把它先復原一下 我敷一下 我們剛剛打開的時候大概是像這樣子 大概把它鎖起來 那鎖起來 那你打到這個圖層的面板這裡 圖層 打到之後你可以先把它鎖頭把它關掉 那麼如果你底下這個底圖你不要 你可以先點到它,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沒有了 好,這樣就沒有了 好,那我現在呢就可以把這三個 你剛剛就去個 假設它有比較多的圖層 然後你可以把它選一下 選好之後呢 你反而想 我可能是不是可以直接複製貼回去 很大聲不行 你從這邊我們來展存 展存 把它存一層 PMG就好了 好,PMG 你看來把它展存一下 好,等一下,變PMG 那我檢查另外一個名字 好 重點在這邊 重點 我們解析度 如果說你只是要在螢幕上的 沒有要印出來的 就是七色 重點在背景 一定要什麼? 透明的 這樣你待在做我要做合成的時候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就是我們在做那個背景的時候 那好了之後呢 像這樣子出去了 我就可以在GoToMet裡面 比如說我們這邊開一個新的檔案 好 這是我要的 那我就再把 剛剛那個檔案把它打開 有沒有 它看起來好像這樣 沒有關係 進來了 有沒有 背景就透明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丟過去 也可以複製在貼上 那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我們這樣在用的時候 就相對來說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 這個是你可能在找那些資料的時候 也許沒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 另外 上次有同學問到 如果說萬一像 有些圖片 那你想要把它刪掉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個橡皮擦 有沒有發現這叫 這個物件繪圖像米茶 這個的話是針對直接就是我們的圖層的部分 這個物件可以直接來圖的 那麼如果你是用選取工具 你看喔 假設我是用選取工具 我這樣直接會選 我想要把這一塊選擇 你用這個選取工具 你會發現 假設這樣選 請問有選到那個物件嗎? 看起來有 但是有還是沒有 你看我把它複製一份 複製 然後貼上 我現在因為剛剛是在那裡 剛剛是在這個物件上 來 等一下 因為我這裡有勾起來 經常勾這個是沒有勾的 你看 我這樣選 把它複製 貼上 我記得這邊應該會看 因為有時候同學會遇到這樣的情景 你就這樣選了 然後直接來這邊複製 可是這樣並沒有複製到 有沒有 你必須要先把物件先選到 選到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在這個選取的工具箱裡面 你看右手邊 它有一個叫做這個 叫做在物件上選取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會按下這一個 那我比較可以確定 就是說你一定選在你剛剛的那個物件上面 好 剛剛的物件上面 這樣 你在貼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樣了解了嗎? OK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的